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西方文学中僵尸的形象也有着自己的发展历史 最早提到僵尸的文学作品是英国作家玛丽雪莱的小说《科学怪人》 故事的主要情节围绕着一个受到恐怖实验所创造出来的怪物展开 这个怪物被称为《科学怪人》 故事中一位年轻的学生维克多·弗兰肯斯坦 它对于人体生命和死亡的奥秘有着深刻的好奇心 因此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最终创造出了这个怪物 然而弗兰肯斯坦并未预料到 这个怪物将成为它最大的恶魔 怪物虽然具有人类的外表 但内心却充满了孤独 憎恨和渴望被爱的情感 它在世界上遭受到了各种不公 最终变成了一个无情的怪物 这部小说也成为了后世无数文学作品和电影的灵感来源 影响了整个恐怖文学和科幻文学的发展 而在东方传说中的僵尸又称为鬼丽或跳尸 僵尸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怪异生物 与西方僵尸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也有其独特的特点 古代的道士和法师通常被认为有能力对抗僵尸 他们会使用符咒 符禄或者灵符来驱赶或消灭僵尸 中国的僵尸文化起源于古代的民间传说和神话 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了中国民间文化中的一部分 世界上最早的僵尸电影《白色僵尸》 准确来说这是一部关于民间传说的污毒和黄魂式的电影 由于当时的僵尸是不会吃人所以没有血腥的戏份 只能充当无自我意识并不感到辛苦的奴隶 直到1968年的《活死人之夜》给予影谈巨大的震撼 这部虽然不是第一部以僵尸为主题的电影 但首创《僵尸起源于传染病》的剧本 在后续给了许多同性质恐怖片巨大的影响 也为未来的僵尸与活死人电影奠定了流行文化上的基础 在数十年间有恶灵古堡 《活人生痴》 《末日之战》等筷制人口的僵尸电影 都是借鉴《活死人之夜》的成功 而在世界另一段的东方 1930年的香港开始有了僵尸片的题材 但此时的僵尸还是参考西方的《活死人》类型 真正让东方僵尸片发光发热的年代 则是1980年代的僵尸先生与僵尸道长 此系列僵尸多以清代官府顶代为主 是当时香港电影的一大特色 而林正英所饰演的道长 则是当年大家心目中最强大的僵尸科兴 僵尸文化可能会影响人们 对于生死和恐惧的感受 僵尸作为一种不死生物 代表死亡和不朽的形象 通常被描绘为不可阻挡的力量 这种形象的存在 可能会引起人们对于自身生死的思考 让他们更加重视生命的可贵 也更加恐惧死亡的到来 僵尸文化也可能影响人们 对于个人准备和应对能力的看法 生存往往取决于准备的程度 因此人们可能会更加重视 自己的技能培养和应激能力 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和灾难 其中常见在新闻 某些启人忧天的人们打造了末日地堡 除了抵御核战争的威胁外 还能抵御僵尸的威胁 例如著名的脸书创办人马克·祖克普 就在近年规划在小岛上建造移动棉树 包含着多层的地下堡垒 作为末日地堡 僵尸文化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 通常会描绘出一个社会秩序崩溃的场景 这可能会引发人们 对于现有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质疑 并激发他们对于社会改革和革命的渴望 在现代文化中 僵尸的形象已经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成为了一种流行文化的符号 例如恐怖电影《我是传奇》 是一部于2007年上映的美国科幻恐怖片 影片以主角孤身艺人在荒芜的城市中的生活为主线 展现了他在这个极端环境中的求生之旅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仅要应对身边充满威胁的僵尸感染者 还要面对孤独和精神压力 在与一只狗建立起紧密的关系后 他逐渐找到了一丝生存的希望和勇气 描述了一个人类生存者 在僵尸瘟疫中生存的故事 音乐上在麦克杰克森的《Zoeyler》 是1982年发行的一首传奇歌曲 除了音乐本身以外 影片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部影片以僵尸恐怖电影为灵感 展现了麦克杰克森和舞蹈团队 精湛的舞蹈技巧和戏剧表演能力 影片中那著名的舞蹈场景和特效效果 至今仍然令人惊叹 现代文化中从电视剧到游戏 僵尸的形象无处不在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引发着人们对于死亡和恐惧的种种想象和探讨 僵尸文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流行文化现象 影响深远且多元 从其起源和历史到在不同媒体中的表现 僵尸文化都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一面 它不仅提供了娱乐和刺激 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对于生存和死亡的永恒追求 并促使我们思考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并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